欢迎收看今天7月6号的拉新闻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玉寇 就在7月12号能否解封的倒数计时的时日当中 大家都在等待每一天的确诊个案的数字 而今天台北跟双北仍然是主要的个案发生的地方 台北市有14个案例新北市11个案例 到底他们能不能在7月12号的时候逐渐的降低 达到解封的这样的标准呢 不过好消息是双北以外今天只有两例确诊个案 而其中的屏东县呢他是在隔离当中的这个白牌司机 他的一起泡茶的朋友 所以可以找到这个原因 那至于彰化县的这一例呢 彰化县政府他也公布足迹 看起来双北以外都在控制当中 那么双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今天的新北仍然是被台北拖累吗 台北要怎么办呢 我们今天要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看待 所有的台北市民怎么样维护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同时 也让台湾的解封这件事情可以达到目标 但是不幸的是今天有17个死亡案例 而且还有年纪并不太长的病患 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 大家不知道的内情 我们今天呢也请李龙腾院长帮我们做说明 此外环南市场在中央救援之后呢 今天呢正式复试 可是陈时中指挥官呢 他早上到环南市场去视察的时候呢 台北市长柯文哲居然没有出现 他是在陈时中前脚走了之后 才后脚偷偷的溜过去 怎么又变成王不见王了 哎 记不记得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环南市场发生41个案例 全国哗然的时候 那一天陈时中早上11点到现场 召开记者会要强力的介入 由中央跟台北市进行所谓联合 前进指挥所的时候 柯文哲很多人形容他像只猫一样 还有当然比较不友善的人说 他像孙子一样的站在旁边呢 是聆听 要求人家的时候呢 乖的那个样子 现在呢 人家帮你把环南市场的 整个的疫情给控制下来了 连谢都不会谢也 据说他在现场还大大的赞美了 环南市场自治会的那个 帮他去 所谓去呛 林长佐的林盛东会长 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哲学 背后又怎么回事 更重要的是 环南市场的这个相关的群组 居然还发动了一个攻击揭发 林盛东呢 跟黄珊珊呢 有这个官说的七天变三天事件的 许舒华议员 要去攻击他 那可是 后来呢 发觉正义的力量压过了邪恶 打到许舒华议员办公室的电话 多半都是鼓励他的 等一下我们请许舒华议员呢 现场帮我们说分明 在全国都在等待疫情控制的 这样的一个期待的心理的情况之下呢 柯文哲他成为众矢之地 是因为他把第七类的 所谓的相关的风险人员 打这个疫苗呢 他把他扭曲哈 污名化成为是所谓特权 气的这些分类的人士呢 大骂柯文哲也就罢了 而呢台南市长黄伟哲 他痛批柯文哲呢 得了便宜 还卖乖 到底呢 这个所谓的特权说的背后 有哪些内幕呢 到底是谁在搞特权 今天呢 仍然要陆续帮各位挖掘 台北市政府的市长柯文哲 以及他的副市长们 把疫苗当成了公关的筹码 当成了他未来在政治上面 广见人脉的工具的一个秘星 那此外呢 今天国台办 他的一番谈话 又让大家看到了 中国当局对台湾人民 生命威胁上的那种避世 以及刻意的刁难 那就是所谓BNT的疫苗 台积电啊 红海啊 或者是慈祭要买 国台办的发言人 仍然非常强势说 一定要经过上海的复兴代理 到底他们是怎么想的呢 我们也跟各位进行讨论 同时呢 疫苗到底够不够 今天呢 日本当局的外务省的大臣 他正式宣布有113万的AZ 即将在后天运送到台湾 而我们自己购买的AZ 也有62万 也在最近几天要运抵 在这个状况之下 疫苗的覆盖率 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百分比 同时呢 很多不在排列当中的 50岁以下的这个人士呢 他们希望能够打疫苗 今天呢 50岁到64岁左右呢 的这个人士呢 在唐凤的APP跟预约的机制之下呢 可以做意愿的表达 据说一个上午就已经接近了100万人呢 去表示他们的看法 那到底会怎么样的发展 按照年龄层往下打 是如何来进行 而全台湾 等一下我们要公布 施打疫苗的模范生 是哪些现实 他们的储存量 疫苗的储存量都是零 这个状况呢 是有哪些 而高达有三成到四成的 又是哪些现实 发生了什么缘故呢 也跟各位进行深入的分析 介绍我们的来宾 第一位 就是人进医院的总院长 李龙腾 李院长 郭姐好 大家好 欢迎你 继续为各位介绍的 就是最近的女战神 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 许舒华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你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的是 知识媒体人余美美 客姐好 大家好 好 谢谢 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张思刚 大家好 谢谢 知识媒体人邱闭玉 大家好 谢谢 男战神 史书华医师 客姐好 大家好 来 我们看到了 今天的这个数字 让大家可以稍微的 等待7月12号 但是接下来 在倒数计时的时候呢 台北市跟新北市 这两个重大的 双北的确诊的数据 仍然是在双位数的时候 台北市的疫调 足迹隔离要更加严谨 而新北市也是如此 那在这一次呢 拆掉炸弹的 是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上个礼拜五介入了环南市场 如果不是中央的王毕胜 这个先生 做了前进指挥所的指挥官的话 搞不好今天的状况呢 仍然是一大糊涂 可是今天环南市场 在休市三天 复市之后呢 我们看到了 柯文哲 很不礼貌的状况 他在陈时中 他到现场去视察的时候 没有先生 结果陈时中走了之后 他才到现场去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发展 再来请教许淑华议员 那为什么上个礼拜五 他乖乖的站在陈时中旁边呢 环南市场收了三天 重新开业 上午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卫福部长陈时中和医服会 局长王毕胜 一早就先到市场内部 看看所谓的营运 那是已经大体上 这个顺序 秩序是良好 我想见识 是会达到一个安全的情况 那不过一切要在 在7月8号的再次检验 才能够对情况相对的能够清楚 那不过市场的环境秩序 照看起来都还算是 有达到我们的要求 上周 环南市场一天就验出了 41例PCR阳性 当下紧急修饰 和中央成立了联合指挥所 经过7月3号到7月5号 三天的禁制消毒后 重新开放 但是人潮稀稀落落 摊伤苦不堪言 都没人来买 免降载 自动降载 把团圈没人去 市场客户者在诚实中离开后 也来视察 陪同的自治会会长 也趁机反映摊伤好苦 而指挥中心定出了 副市六条件 所有工作人员得要PCR阴性 人流降载 50%动线分流 和佩戴口罩面罩等等 而市场染疫的精英定序也出炉了 确定是英国变异株 现在在环南市场 都有人流管制 不过今天去 因为第一天才重新开市 其实生意也不是很好 因为我们预计7月8号 还要再做一次大规模 原则上大概当天 那个结果就会出来了 所以7月9号以后 就要有7月8号以后 PCR阴性的证明 市府因针对防疫收摊的店家 一天补助5000元 来不及撤离随时再补5000 希望摊商尽量配合 请教这个俗华 人情意理上 我今天早上是看到说 早上因为复事 那这个环南市场 这个恢复营业 当然是一个大好的消息 而且因为人家中央介入 帮忙了你这个控制了这个疫情 那上午9点的时候 那陈时中去市场 王必胜 这个是关键人物 人家这个前进指挥所的指挥官 也到了现场 那会看半天呢 就是没有柯文哲 结果呢 他派了他的副手黄珊珊 以及呢 这个当然环南市场的 自治会的会长 这个因为这个被认为呢 是柯文哲的人马的 有人形容他是柯文哲 放出来的狗 但是呢 到底是怎样 他自己知道 那也出来了 看半天 金色 我今天早上看这个 电视的那个影片的时候 就在想 柯文哲在哪里 柯文哲居然不见了 他没有到现场去跟人家道谢耶 然后呢 过了没多久 他是过了多久 他自己又跑过去了 来一个王不见王 他什么意思啊 上个礼拜五 他不是乖乖的站在旁边吗 很多人说他跟孙子一样 上个礼拜五要求人家的时候 就乖的跟猫一样的在那里 还派了一个林盛东在那边 这个适时的来呛响 到底是怎么回事 光这个画面本身代表了什么 我们从画面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柯文哲为什么要避开这个陈时中 跟王必胜才出现的原因 就是他还是在玩政治 因为他认为说现在目前这个框 如果他再进去的话 大家还是感谢的是陈时中 不会感谢是他 所以他在那个时间去的话 其实没有意义 所以他现在昨天就马上讲说 我发给你们每一摊五千块钱 这就是他想要做的 就是我要收买人心 最好的方式就是功劳 你要我就给你吧 反正这一趟我已经贏不过你了 所以我就干脆下一趟 我自己再创造另外一个舞台 我发现金 给每个摊商 然后第二 等他离开的时候 他再来现场的时候 所有摊商还是会出庸他 还是会谢谢他 第一个你又给我们疫苗打 第二个你又发钱给我 那好棒棒的好市长 原来是这样子 还顺经心机 昨天怪不得开个记者会 说这个你如果不营业的话 那就给你这个五千块钱 这样子 是为了今天要进来 让大家欢呼他 给的这个好处 然后其实疫苗这个部分 林盛东手上拿了多少支疫苗 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查 因为其实那时候摊商要造册 其实也很难造册 那只是说有一些摊商 他们有合理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因为有时候摊位 不是我一个人可能拥有三个摊位 那三个人就有三个不同名字 那可能都是他们家人的名字 所以会让人家觉得说 怎么他们家人全部都打完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们也很难去苛责 或者是说认为他们有所谓的好吸干疫苗 在市场里面 我觉得这个部分 而且在紧急状况下 柯市长说要报复处理 所以忽然间叫大家去造册的时候 其实真的会比较困难 包括北农 北农就自己坦诚说 他们十几年没有造过册了 所以这个一下子要造册 当然难免都会有这种状况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人性的问题 但那个部分就比较难去苛责他们了 好 今天早上的环南市场 当然他们恢复这个营业 大家就这些摊商们就有生意做 就有钱赚 那陈时中跟王毕胜 他们两位是因为是中央的介入之后 使得他们三天疫情就已经可以控制了 那他在现场 看起来其实现场的摊商还蛮欢迎他的 对不对 他上个礼拜五去记者会的时候 那个时候这个有关门了 可是他再上一次去的时候 有没有这个二十三号早上他不是也去了北农的第一第二市场那个的时候 柯文哲也是跟他避开时间 今天是他们八点钟出发八点九点左右在这里 然后他等到十点才来 然后这两个人呢 这个黄珊珊跟林盛东还一左一右 然后跟陪同他们之后还要再陪这个王 原来就是故意王不见王 他就不想在这个陈时中跟王毕胜面前示弱 意思是这样 感觉起来是这个样子 就画面上看起来给人家感觉 因为我觉得其实市政府有很多的态度 都是在为什么他三点半 看记者会要讲一些感性的东西 其实他们是用感性的这个话语去告诉民众说 他们其实做得很好 所以有很多人就会以为他们真的有做 那如果今天我们没有一直抱这些料的话 其实事上大家都以为他们台北市没有事 所以我是觉得其实这个 其实他一直把这个所有的北农跟淮南的事情 当做一个政治舞台在秀 好 我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好 我们比较这个陈时中怎么说的 他是说知道摊商都很辛苦 生意受到很大影响 但是拜托大家一定要撑住周边采检 看起来阳性率越来越低 八日会再做一次PCR采检 也就是后天判断掉整个传播链 他还是在讲疫情的控制 那这个有入场六大条件等等 好 在现场那柯文哲是怎么说的 柯文哲特别去赞美林盛东 目前市场正在改建 林盛东会长非常强势 居中协调做得非常好 所有摊商他都喊得动 关南市场恢复这个营业 他今天早上支持 没有一句是赞美王必盛的吧 也没有一句是赞美城市中的 反而来赞美那个帮他骂人的林盛东 这种风格就是柯文哲的标准风格 就是一个没良心的风格 张思刚 柯文哲就是他的个性 其实碰到越强的人 他会视他的需要决定他自己的态度 视强视弱 所以你看其实我们大家传统的 两大党 蓝绿两党 大家有时候做事比较有固定的姿态 我该配合的时候配合 你就像之前那个金元店 有没有 王必胜去 但是苗栗县县长 国民党籍嘛 但是该怎么样就事论事 把这个苗栗的疫情消灭 苗栗县县长一直跟着这个王必胜 平东也是啊 那个潘孟安的那个 然后其他这个侯友宜 跟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沟通 也像OK嘛 但是侯友宜也无损 他的这个信赖度 跟这个民调的支持度啊 无损啊 所以民众会看说就事论事 这个疫情啊 不是大家拿来做政治斗争的场合 可是他这个做法就是很明显嘛 就是一来就是没礼貌 二来他就是王不见王 但是很多人也说 因为他上个礼拜五啊 那个我们也看一下画面 上个礼拜五那天 不是开记者会吗 因为环南市场四十一例 他脸色苍白 那个一片这个恍然的样子的时候 是陈时中站在这边 然后开记者会嘛 我们看那个那个那个影片画面 因为这个陈时中讲完话 就是他讲话 他讲话的时候 不是林昌佐呛他 然后这个林盛东就开始这个呛 那个林昌佐 那天他乖得跟猫一样 因为那天他闯了大祸 对不对 没有 因为我看他看到那个林盛东 在骂林昌佐 可能也有一点点吓到 什么吓到 很多人说他安排得很开心吧 好高兴哦 但是那一天你看他那一天呢 其实他的气势看起来是很弱的 所以还有人说啦 那克文哲其实是不敢跟陈时中投台的 因为他每次跟陈时中投台 都显得他很畏缩 这个是网路上的人讲的 我觉得很像 那他避开陈时中 我们跟大家讨论的就是 这是做人的道理 你把你的副手放过去 然后等到你这个 人家走了你才进来 然后呢还依附你是皇帝的样子 跟其他的现实比起来 你这个人的基本的这个 应该有的一个这个礼貌 恐怕都没有 更何况你可能是自卑感 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 你这个 我们用这个比对的画面来告诉大家 就是一个政治人物 他的这个表现呢 就在某种细节当中 这种对比 其实是蛮令人伤感的 刚才都说了 潘梦安 徐耀昌 侯友宜什么 疫情指挥中心的中央来的时候 人家都是陪同的 因为这样才知道怎么样管疫情嘛 对不对 好那接下来 环南市场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吗 你这个舒华 你这揭露了这个 这位林胜东先生跟黄珊珊副市长去 去那个官说七天变四天的这个截图 对话之后还被攻击呀 请问你这些截图是谁给你的 应该是 摊伤给我的 就是里面的看不过去的 看不过去的摊伤 主动给你的 主动给我的 因为是这样子 因为我大概在六月十八号的时候 我陆续就是北农部分 我就已经开始在要求他们赶快处理 而且我提出了四大的缺失 要市政府赶快处理 我没有说你没有做疫调 我也没有说你没有做匡列 我是说你没有做到位 所以有些该匡的都没有匡 所以才要求他们赶快处理 然后大概六月十八号以后隔了两天 淮南也有跟我讲说 他们有同样问题 因为就隔一个一条路而已 一个一条马路 其实两个很近 两个市场很近 所以他说他们那边也有状况 我才赶快去调查资料 才发现确实那段时间 很多的摊伤都没有被匡列 还继续在里面摆摊 但是我想说他们不是有做过快篩了吗 就快篩的比例很低 两千八百个摊伤加员工 只有快篩七百九十位 那所以将近有八成七成多的民众 是没有快篩的 然后造册要快篩的 有一千零五十四位 也就两千八百个 有一千零五十四个是高风险的人 结果他也只快下七百九十位 所以有两百六十四位的 这个高风险的人 在市场里面串流 所以那个病毒 当然会一直在在一直扩散 所以那时候我就紧张了 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强制快篩 可是后来没有给我结果 然后也没有再重新做 所以才导致淮南市场 现在目前确诊人数那么多 那为什么摊伤要给我这些资料 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因为如果确诊案例数 没有暴增到两百多位 我觉得摊伤 如果如果这个疫情 有hold住的话 我觉得摊伤也不会要冒这个风险 把这些资料给我 可是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说 明明就是这样的事情 导致说他们没有hold住 然后市政府的处理态度 跟效能又不脏 所以导致这么多的摊伤确诊 所以他们认为说应该要把这事情揭露出来 所以他们才把这个截图的内容给我 希望我把这些事情让大家知道说原因在哪里 好你把那个细节告诉我们一下 这个林东家禽就是林盛东 对这个人 林盛东自己在环南市场也有 那个摊位在卖食 卖餐厅 除了卖鸡之外 他也有餐厅 对不对 据说他有两家餐厅 那个还蛮有这个赚钱的 这个地盘的 对不对 好 第一个你告诉我们一下 就是说因为我觉得 其实我为什么没有一直针对摊伤 或者是会长的原因 在这里说 因为我们都知道摊伤 如果他没有上班 没有赚钱 他们就没有办 没有生计 所以他们很辛苦 所以他们一定会提出他们需求 就像我在处理我的选区的摊伤 或者是斯刚在处理他们选区的摊位 一定会有这种问题 他们一定会跟议员 或者是跟市政府成情 说我们可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你要自己去判断 所以第一个时间 很多的这个摊伤 就跟这个会长讲说 是不是这次因为打疫苗 被匡列隔离的人 是不是应该有属于他们 不属于是不是属于其他接触者 而不是亲密接触者 需要被隔离十四天 也就是说 这些人不是亲密接触者 我是不是不要隔离十四天 我就可以来市场了 那这个其实要很严格的 被亲密接触者 但是你有接触他了 有时候甚至你戴口罩 跟他讲话 也有可能感染 所以当然一定要全部都要匡列 十四天 可是那时候他去求情 他去澄情 所以这个部分后来有减少了 这个所谓的匡列 降低了匡列的效能 所以为什么有摊伤 给我一个成型书说明明我就知道 这个确诊人这个确诊这个摊位的人 他现在不在了 但是他的女儿 他的员工还继续在摆摊位 的原因在这里 他说没有不是具体亲密的接触者 就是会长帮他去管缩 对很多的摊伤也不是乘 应该是呈情说是不是能降低这个确诊的 这个匡列的天数 后来呢 他们就说好 昨天已经有跟副社长讲了 他会处理的 好这个是这个隔离的隔离的部分 接下来呢 讲的就是好 那现在目前四十一位 里面很多摊伤就讲 这四十一位里面 很多人还是没有被匡列 他已经确诊了 PCR採检出来是四十一位 还是没有被匡列 那没有被匡列的情况下怎么办呢 所以呢市场处有讨论过 那我们赶快停修饰七天 我们把没有匡列到的 要匡列的赶快匡列 甚至员工跟跟他亲密接触者 全部都要一起匡列 所以重新再清一次 那大概要一个礼拜的时间 因为里面大概有九百多摊 所以要再重新一下 所以可能要七天的时间 結果后来他们就去跟 黄山山副长讲说 如果七天 我们就累了 不然做不可以 缩短成变三天 三天全面消毒这样 那后来就真的就答应三天了 那答应三天了以后 这个就是 这边就是那个 是会长的一些记录 从五月二十四号开始陆续 都有跟黄山山副市长 这个做一个协调 这是会议记录 那我在想说 其实为什么这件事情 我不会去怪摊商的原因是 他们的成情是有他们的道理 因为他们为了顾生活 然后他们也不知道说 如果降低防疫的效能的话 会造成多大的伤害 他们不懂 那生意会更受影响 对他们不懂 他们只看到现在的状况 他们不懂 但是你指挥官 你副指挥官要懂 就是你市政府要了解 如果我一放松这个 这个降低 这个防疫的这个标准的话 可能会造成全台湾 都会有疫情的状况 因为批发市场跟零批市场 除了这个中盘商来以外 还有消费者会来 所以这个其实是蛮严重的 不应该轻易的就这么答应妥协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黄森山这边没有专业上面的考量 然后就这样子个别的被这样的陈情之下 就做了决定 反而使得防疫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防堵上的这个策略跟做法 就使得疫情就更为难以控制 那这些都是摊上给你的 就是他怎么宣布 好消息好消息 每天都好消息 感谢黄副市长 感谢黄副市长 一直感谢黄副市长 这个一直以来 这五月中这个时候就是北农的案例 五月二十号开始出现第一个案例 对不对 那我请教你 昨天呢 这个为什么黄珊珊呢 说你讲的这个事情不是真的 说七天变三天呢 是有讨论过 而且呢 结合环境清销公卫团体的建议 并且请示中央同意之后 才做的 对 他其实后来说 他有请示中央这件事情 我马上打电话给王毕胜执行长 王毕胜跟我讲说 他到现场 其实他处理很多事情 他到现场的时候 市府是直接跟他报告说 我们这个华南市长休市三天 来进行消毒处理 那王毕胜说 好 那如果你三天可以处理完 那你就三天处理完 我中央不可能去管理 这么detail的东西 所以这是说谎 我 我觉得他是没有诚实已告 但是我觉得 其实你面对问题就好了 然后呢 到底是不是有跟中央讲 这变成是个罗生门 那会认为是王毕胜 会说谎吗 我觉得 我觉得王毕胜的个性 他应该不太会说谎 因为他处理那么多事情 他也不会去管 因为很多事情 其实要市政府自己要提出 他们的一个处理太多 而不是说全部都王毕胜 要每个细节都盯 我觉得那不可能 他处理是大方向 所以我觉得他去推说 有请示中央同意后 那所以其实没有请示 其实告知中央说三天 那他有没有跟所谓的灾带的群组 有跟人家讨论修饰 是否改为十天 这个部分因为我没有证据 所以他这样讲 我没有办法说他没有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要把这样的责任 又推给跟你讨论群组的 这些人的话 那我也没意见 就是你永远不会勇于承担 如果这个事情三天变七天变三天 我认为说外界责疑账不妥的话 我就自己出来承担 我觉得你承担就好了 可是他不承担以后 就一定要让这个林会长 跳出来来帮他扛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消极的态度 然后第一个时间 记者问他的时候 他没有讲说赖的群组有讨论 他其实直接讲说 我有请示中央 中央同意 所以他先甩锅给中央 然后当我们跟中央确认 不是的时候 他又说他在赖的群组有同意 所以不是我一个人 我哪有可能一个人决定 当然是大家讨论过了 那哪些人呢 那他也没讲出名单 那其实他讲名单也很容易 反正他的那些朋友 也不可能去打脸他 他名单只有ban 也不太可能去打脸他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勇于承担任何事情 一个有为的政府是勇于承担 而不是问他碰到事情的时候 你就开始甩锅 好这个关于黄珊珊说谎的事情 从士林长照 有没有跟那个家属见面 到这个好心肝是怎么回事 到目前为止都还是罗盛门 这个他有没有说实话 大家是问号的士林长照 那个他没有跟家属见面 他首先说有后来他自己承认了 他说谎对不对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 你昨天把这个事情公开了之后 结果呢 嗯是啊 他们的这个群组环南中和的群组居然发动要灌爆你的脸书 而且还公布了你的电话号码 真的还假的 是是没有错 他其实说灌爆我的脸书 我在想这个会提出灌爆脸书 一般的摊商不太会有用这样的言语啊 灌爆脸书这种这种言语 一般摊商不太会 因为他每天卖菜卖鸡啊 他也不太知道什么灌爆脸书 这个东西 那个一定是在PTT上面的 有一些推文什么样的话 然后我们就去灌爆他的脸书 又会下指令下来才有这样动作 所以这个人 他说灌爆他的脸书 其实我不会去怪摊商 然后公布我的电话 我也不会去怪他 只是这是涉及到个人隐私 后来他们知道这个有违法 就赶快把我电话号码盖掉 我觉得因为我是释出正义公益之身 就是说我认为这些不妥的事情 我要让大家知道 不能我怀南市场凭什么 只有从十八例 现在变了两百三十二例 难道这中间没有问题吗 我觉得每个环节要让大家知道 要让大众知道 我要揭发这些问题才知道 下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解决 而不是说你这个事情隐匿了以后 下个问题还是继续隐匿 那我觉得这样子是不应该的 所以为什么我会把这件事情讲出来 就是说我还是要帮这些摊商 其他的摊商讲话 因为这次会我们很尊重 因为他们其实也很辛苦 所以为什么他发动说灌爆我脸书 我不会去怪摊商 但是我觉得反而你如果真的 你当时严格要求修饰七天 你就给他们七天的补偿 市政府可以给他们七天补偿 你还是可以让一样修饰七天 你当时不要 你选择去减少变成三天 然后造成现在群聚的状况 还是不断的那个案例数 还是一直的增加 我觉得这个才是市政府的问题 如果他们真的生计 为了生计来跟你澄清 你就说那我就补贴你嘛 反正我台北市又不是没有钱 第二月背金很多 而且他现在到外面募款了 我看那个募款的金额 总共是三亿六千多万 那你有那么多钱 你其实可以做应急 市议会包括我跟司刚 我们也不会说你去应急的时候 对我们也不会说你去应急 我们就一定要砍 一定要砍你预算 什么样 我们不会 所以当时其实他不一定要同意 缩短时间 他可以让整个清的很空的以后 所有该匡列的 所有该隔离的 该处理的 全部处理完以后 不要那么急 其实如果在七月十二号以前 能够七天的话 全部清干净了 那对我们的解封 搞不好还比较有这个 比较稳定一点吗 比较稳大吗 请教名誉的是 这个等一下这个舒华 那个那个林盛东 到底是什么咖呀 他第一天出来骂林场所 然后接下来就关于他 好多的事情之后 被被舒华那个揭露了 原来他七天变这个三天 然后就来来呛人家 他是什么角色啊 今天为什么柯文哲 还故意赞美他 柯文哲故意赞美他 也是故意的这个 这个叫做暗中呛瞎 许淑华 跟这个林长佐吧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 其实你只要能够做 那个自知会主委的话 确实是大咖 咖是不小 自知会的会长 我是看那个 陈继芳的脸书 他说那大部分市场的自知会会长都是黑白两道的 这一定的 因为你要负责那么多的摊商 还有这个南北往来的 所以柯文哲说所有摊商他都喊得动很强势 居中协调做得非常好 意思就是帮主做得很棒吗 这不只是 就是说牵涉到这个摊商的利益 其实他们这都是在政治上 他们都是大的条 是哦 对就非常大的条 所以今天才会有一篇嘛 说当时林佳龙不幸这个落败 也是因为这个自知会会长 这个这个不要说是利益 就是说你各方的这个势力 你都没有摆平 所以他才会拔动 好那他今天那个他凭什么去发一个声明 就是痛骂人家立法委员跟市议员发挥专业素质 不仁云亦云 天哪他可以这样直接嗆一下市议员 市议员管这个市场的预算的吧 对不对 市管预算 好没礼貌 没关系 你们两个不生气 你如果说你是为了摊商利益来讲的话 可是我觉得他也不能不能 不能就是说去公布人家 说鼓动人家去灌暴脸说这个都不行啦 对那你说林盛东现在没有政治的角色吗 其实我认为就我了解了 其实他现在应该是在帮黄珊珊 算是黄珊珊大的条啊咖 而且他是林宇芳的人是不是 这个过去 对因为事实上你就说林长佐 他跟林长佐的恩怨 他本来就不是挺林长佐的嘛 因为挺林长佐是之前是另外一个会长 跟他前会长在跟他这个跟这个林盛东 在竞选的时候就不幸落败嘛 所以你要说林盛东本来就 就是林长佐自己也说 林盛东本来就不是挺他 那他还在那边说那个我选举的时候挺你 有没有那个上礼拜五还在鬼扯 然后后来大家就开始今天又在那边 这个搞政治说都是朋友 那是另外一回事 哎许舒华小姐你不生气吗 他骂你们发挥素质 不要人云亦云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 人命关天没有什么人云亦云 如果没有实际的这样证据的话 请问一下 淮南跟北农从十八个确诊案例 现在到两百三十二个是怎么来的 所以没有人云亦云 我们今天只是我只是希望说 确诊案例数能降低降低到最少 我们可以解封啊 我们才可以解封 我们全部国人的健康才会有保障 可是一直暴增的时候 你觉得你不心急吗 我也很急 我每天跟那些摊商到凌晨两三点的时候 我才睡觉 我要跟他们对话 因为他们凌晨才开始在批发商去 那现在这个时间点 他们都在睡觉了 所以有问题是在那个时间会跟我反映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在忙这些事情 那我就不知道市政府为什么不去处理 所以这中间一直让我们很纳闷 其实不只是我很多的议员 关心北农的议员 不分蓝绿的 他们都觉得很纳闷 为什么好像这个动作永远是做不到位 到底问题在哪里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 这个摊商的一些爆料 好人家帮你把那个环南市场 这个事情要清干净你的这个染疫的状况 结果他昨天林盛东发表的声明 是非常政治性的 那批这个议员跟立法委 他连王帝宇一起骂 然后呢 也就罢了 最后还说 这个什么 他不承认 他七天变三天 对不对 还说那个 如果呢 四合天数 你们要隐聚引用资讯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七天就七天啊 你台北市政府有钱啊 对不对 要为什么昨天才补 那我问你 北农的最大问题 到底出在哪里 是 我后来掉了资料 才发现 其实我们北农 其实是五月二十号 第一个确诊案例 对 然后环南是五月二十一号 第一个确诊案例 但是那时候烧得最热的时候 是在五月二十五到五月三十那段时间 那时候确诊案例是不断地一直增加的 可是呢 市政府完全没有针对北农跟环南 去开过任何位会议 只有第一次开会是在六月六号 就这边六月六号 五月二十号 第一个确诊案例 六月六号才开会 对对对对 然后六月六号开会的时候 就说有关于双北果菜批发市场设置 就是筛检一站的案子 依照中央会议记录来办理 合理办理为原则 也就是说中央要求他去做的 他们才去做什么 做快筛 当时中央叫他做快筛 因为中央也是看数字一直增加 所以就会通知他说 你这个数字增加不对 你们赶快做快筛 所以因为六月六号的公文 要求会议结束要求的时候 所以分别在六月九号 十一号十八号 总共做了三次快筛 总共造册的 刚刚讲的一千零五十四位 可是呢 没有强制快筛 那为什么到七月二号 上个礼拜五发生一夜之间 增加了四十一个案例 就是因为那时候没有 没有完全全部做快筛 所以我刚刚讲的一千零五十四位 只有七百九十位做 所以有两百六十四位 是在里面串到现在 所以那疫情才会一直在共产 我补充一点 因为很多在这个传统市场 特别是淮南加晴等等 很多的这个工人是在这 集团市场轮流打工的 也就是说他凌晨的时候在淮南 做批发等等 然后呢 也许白天的时候 再到其他的市场去做 比如说守警卫啦 或做这个这个摊贩等等 所以他是流动性 所以流动性部分就很大的一块 是找不到人 找不到人 那为什么这个 他不是有实联制吗 因为他们没有做实联制 没有 没有那么确切的东西 因为有些真的是 因为两处几处市场 因为都是临近市场 跟旺华也临近 所以在几个地方消费 打零工 生活 都在这边 都在这边 这个这个 都在这个是活动范围啦 所以为什么他在列册的时候 永远只是列说 我登记摊位的那个老板名字 但很多在中间帮忙的打工人去都漏网 因为我这边也收到摊商在讲 因为现在很多在摊商 已经开始打疫苗了嘛 有人讲说 现在因为很多去这个自治会登记的摊商 也许是现在变房东啊 对 他转租 他不是真的在做那个 他一直是房东 也许他是每个月 比如说现在我就给你收书嘛 一个月一万块 假设了 他这个摊商 礼拜一到礼拜天 都不同的人来乘租这个摊位嘛 所以他那个乘租摊位者 可能未必在管委会那个撤子的名单里面去 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说 我没有收到任何的讯息 我要来打疫苗 那也许是今天是房东来打了 房东也许看下来不不真的去执行 没有在卖东西 没有在做摊商工作 没打疫苗 对 然后真的摆摊的人 周一到周日 他也许每天今天卖给 今天是租给臭豆腐的 明天租给卖衣服的 因为大家都注意到 很多摊商是有这样的情况 特别是现在景气不好 很多摊商是各个市场轮流走 ok 所以你在情况下 很大一块黑树就永远打不到 所以说像新北市的做法 就说他不是按照这个列册 列册很死 很死板 就允许这个摊位 从一开始市场到有到现在 都是这个领老板的 但他可能中间已经换了好几手 去不同的摊商来打 新北市是用电话一个一个去打给 有真的实质在卖东西的摊商 好 这个也不难啊 对 不难 根本只是比较繁琐而已 对 比较繁琐 但是一个市场 总是大家会一起帮忙 真的要联络起来 也不是那么困难 比如说我今天招式刚刚摆摊 我知道许舒花你摆摊 你有接到电话 对啊 你没接到电话 你要不要跟这个自治会问一下 就很快就传开了嘛 因为造册是一种比较 比较单向的 比较属于文书的行为 那这是自治会长的问题 还是市场处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市政府要逼他们用其他方式联络到真正摆开门去打疫苗 比如说在士林的华龙市场 他们那时候就是说给一天的时间你就要造册造出来 所以说真的你一天的时间他们就被突袭 很快就就绞出去 就人家发现有一半以上都不是成租的 是啊 是地主是出租人 然后地主或出租人 他们的一家老小通通都去了 去打疫苗 对 然后真的成租人打不到 然后有反应 那我看到报道 你知道柯文哲说什么吗 还是以造册为主啊 还是以造册为主 他是不是要发生什么问题了 他知道啊 有人讲啊 因为很多人在反应啊 他就说那我们就是以造册为主 所以你就想知道为什么Freddy那一天会长会这样出来 这样力挺柯文哲 为什么造册为主嘛 因为是会长缴出来的嘛 各市场都是明明各个地方都有这种状况 柯文哲继续是这种态度 也就是说 而且我再说一个另外一个很严重的情形 我觉得台北市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独立王国 各位你如果注意去看一件事情 我我那天看自由时报 他们那个一个表出来 不是最近大家都在打吗 然后呢 七月一号到七月二号台北市没公布 打多少剂没公布 然后七月三号有公布多一点 七月四号那一天 听好高雄打的快有两万剂 你知道台北脚上去公布是几剂吗 一千五百六十七G 到哪里去了 我认为很可能 就是被我们柯市长就拿去自由裁量了 我现在市场的我现在打我就打了 那他也不管说这造册里头 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 不管我爱打给谁 我就打给谁 那所以才会有这种 就是说你市场有些人是打不到 有些人是PCR根本还没做 快去打 你先打了 所以这个问题很严重 这个如果他现在市场仍然是用造册 不是用真的出现在市场上在做生意的人 那早晚还是会有这个漏洞嘛 对不对 还是会有黑树 黑树是他自己造成的呀 明宇 那他的市场处难道不知道吗 这个是一个什么奇怪的领导啊 那我们在这个 所以从环南市场一路到这个 比如说虎林砖 或者是说到今天的那个什么南机场 南机场这个也是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来之前才问了这个当地的议员嘛 他也是说同样的问题嘛 因为他就是很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很激怒 就是这个拘泥于造册 那问题是很多人也不是住那里啊 对就真正住那里的反而打不到 因为他的户籍不是在那里 那你反而户籍在那里也许不是住 反正就都是会有相关的问题 那所以陈思忠才跟他讲说你就不 因为你造册他也是前一天通知人家 前一天通知人家那你哪来得及啊 所以陈思忠才说 那你就是拿身份证去 你确实就是说你是在这个区域的 你就赶快来打 大家都认识嘛摊商不是大家都认识吗 造册一天是来得及啦 因为他是固定的册子嘛 固定名单 就说你就把那固定名单交给我 他不是个滚动式的 这个房东租给什么摊商 应该也有名册嘛 平常大家在那边来往 我不会给知识会啊 他就是几年来都这样子 那你说像虎林专案也是这样子 我就觉得奇怪 我们明明有护震系统 他就偏偏要超死里长 对不对 造车一天之内给我造出来 所以今天的台北市的问题 我们现在对新北 因为新北后来就是完全是遵照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做法 还加上陈秀熙啊 这个台大的公卫的这些教授 在帮忙嘛 对不对 所以他还进入了一个状况 而新北他多半是牵连 被台北牵连嘛 那请教史医师的是 台北我们现在就算是今天这个状况呢 是只有十十几十四例嘛 对不对 那可是你也不知道 未来的发展是怎样啊 因为他的虎林街的那个 自己讲的永春市场 结果是赖到永春市场 其实是虎林街 那个也是六月初的案例 今天南机场这个 我看到那些这个南机场的居民 更是在那里哀嚎 他说一个月以前有十几个案例 然后呢 他们都以为已经防堵成功了 没想到前几天 又冒出来了 什么三个两个也不知道在哪里 人家陈其邁是干嘛 陈其邁是整栋大楼牵走 清宵附近的居民 跟附近的对 全部零 我要讲一下市场这个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 你看那个环南市场跟北农的问题 其实我不要讲说 你还要看教科书或什么 我五月十八号的时候 那天刚好也是上 Coco姐的节目 我那一天就里面 就在节目上面讲说 我最担心的就是市场跟卖场 五月十八号的时候就讲了 那你不用看教科书 你这个东西你已经delay到报 然后你还要前几天还要 还要宁夏夜市为解封 我就不知道你 你现在现在虽然就是 我还是要强调一下 每次我都会讲说 就是大家很紧张的时候 我们都会跟大家讲说 不要那么紧张 不用那么焦虑 然后但是现在 你现在看到的是个案数减少了 那我现在我们看到数字是什么 我们看到的是台北还有十四例 新北还有十一例 但是其中有台北有八例 是没有居家隔离被确诊的 所以总共有十 总共有六例 所以总共有十二个人 双北有十二个 那这十二个人哪里来 十二个人就是过去你 过去十四天你摆烂的 这些这些政策造成的 你刚才不要讲说造册 因为造册其实一个月前 我们就讲一个月前 我们就讲说 连我们第一类医疗人员 要打疫苗的那个造册 都是假的 那个造册 那个造册都不是确实 那个造册都是说 那个也那个甚至很多都是我们工会跟地方工会 或者是类似像这样 他们是自治会 他们自己弄一个名册出去 那我们我们工会 其实当我们工会 我们没有造假 因为我们是有职业登进的 对我们牙医是工会 我们我们是地方工会 那台北市这边也是一样 但是光那个时候的造册都造得乱七八糟 七八糟友都拉进来了 我我甚至听到有一些是有一些是譬如说诊所 那我医疗机构 我一到三类 那我他可能就 我就发一张再指证名给你 然后你就可以来打疫苗 那这是当然有一些这种漏洞在 但是你说这种 这个自治会 这种自治会 这种市场的问题 你柯市长 甚至你要讲说中央是特权疫苗 可是我讲实在话 你说华南市场这些这些市场他们碳商他们需要做生意 他们需要养家活口 难道现在全台湾的人都不需要吗 现在全台湾的人都在等 你看现在全台湾只有台北跟新北 是是有有比较有高风险的 可是我们现在全国都在三级 所以你看所有的摊商大家都在等 那你说七月十二号能不能解 我自己还是抱比较保留态度 今天其实陈时中部长也有提到说 就是你今天如果要有条件的开放 其实还是会还是需要一些 就是我们平常的一些 比较严格的控管 你包括说可以不要外 可以不要内用 就不要内用 然后你的每一个人的自己的自我防护 有没有做好 所以现在你回到 回到柯市长这边 你说他六月三十号 他才上传了第一笔异调 所以他现在虽然讲说 你不能再讲说我不异调 呃不异调不匡列 你讲说我这都是假讯息 那我我我跟证一下 你这个就是为解封 为异调 为造册 为匡列 为隔离 你什么都做一点点而已 就是你有参加考试 很多 对你有参加考试 对我不能再讲说 你没有参加考试了 你有参加考试 但是你有出来你有写考卷 然后你是写了两题 就交答案 所以现在十七月六号到七月十二号 我们大家都要等着看柯文哲 他到底想干嘛 他如果好好的防疫 那我们就可以解封 他如果突然心血来潮 又干了一个什么怪事情的话 我们就要跟着倒霉吗 这个十二号是不是餐厅 可以开放 好像是今天疫情指挥中心 给的一个线索嘛 对不对 看起来就算是不能解封 完全解封 那你餐厅至少 要让人家可以进去吃 餐厅业者都快饿死了 这是真的 不過陳時中部长有特别强调 就是說你今天 如果到时候要开放的话 这些餐 这些业者 他能不能够就是 包括严格的人流控制 然后你今天的座位 分格 那可能你会影响到的 很多小的摊商 事实上你还是没有办法开放 对 因为你的空间就完全不够 那现在又要看台北市 就要看 他的跟市长的关系 我为什么知道 林盛东有两家餐厅 在那个环南市场 是今天找一个朋友跟我说的 他说那个林盛东 你有沒有看到他陪着柯文哲 柯文哲一直赞美他 说他的协调做得好喊得动 林盛东不是讲说 大家快来啊 快来消费 有没有 那就说原来他有餐厅在那边 他除了卖鸡肉之外 他还有餐厅在那边 自己的生意自己做 然后这个跟这个 自己的利益 自己这个要吗 我们的人命关天的同时 防疫是大家的事 我们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请继续锁定 民事台湾台 那新闻一无二 要请教一下院长 这个昨天是28 今天是27 可是昨天的28 在双北以外 好像我记得还有四个地方 是有病例 但是今天呢 集中在双北 而屏东县这个是可控制的 因为它是 就是那个 Delta病毒的那个 仿山仿寥的案例的 隔离中的人士 那彰化也有感染源 所以现在问题 都在等台北新北 接下来要怎么样的 陆续围堵吗 那17个死亡病例 所代表的是什么样的 值得大家观察的一个数据 这还是以前 我们的那个推论 就是说 从这个13985个人当中 发现有2736人是重症 大概占了20% 那其中大概60岁以上人 大概有1845位的重症 也就占了将近38% 就是人机大的 相对来讲重症越多 死亡数也比较大 那这归的原因 可能第一个就是 一开始发生 没想到会这么多人 所以医疗量能 跟筛减量能 没有办法合得来 所以前几天 我讲的例子一样 你看他两个都阳性 没有症状 你就放他回去 在家里面自己 照顾自己 而不是送去那个 局中检疫所 或者是医院 单人房做隔离 没有 因此有的人 变成重症 都来不及的去那边 那我从我自己的门展的病人 就可以看出来 看了这个极端的例子 就是他几乎没有症状 他将来在家里面隔离 这个人不可能在家里面 都会跑来跑去的嘛 就会再到处传给别人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别的医院不说 那我帮他说 第一天咳嗽 第二天就传起来 传起来 那我知道说 这个非同小可 赶快潜入武装 请他们做S光 然后抽血 发现非常华语 是COVID-19 再马上转诊转车 请他们送去台大急诊室 然后就看到我的转诊转 就马上收住院隔离 然后两个礼拜后出院 你会看说 如果你来得及救的话 几乎大部分人都可以 因为我后面讲这个例子 是70岁的妇人 而且也是高学家 糖尿病都有 你如果说紧急去 做得很正确的话 很可能就可以救出 一条命 但如果说delay了 你拖延了那个时间 没有办法 你及时去把救治 很可能就照常今天一看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不幸往生 而且比例比全世界的 平均只要来的高很多 那这个死亡的病例 他的数字 会跟我们能不能解封 有直接关系吗 死亡是比较没有直接关系 就是阳性个案的发现率 如果说一直持续往下降 这个解封的可能性就变得比较大 好 我们每天现在就要 数馒头过日子 数个案数字 来等待7月12号 为什么有这样7月12号的期待 这不是我个人的感觉 是我从我的很多的朋友 他们是餐厅的业者 是美容业的业者 是所有他必须要靠着消费者上门 才能够这个营业 然后才能赚钱的业者 他们所吃吃等待的 这是一个让大家在心情上面 其实是某种复杂的感受的 所以我们在等待这一天 并不是说要等待这一天 跑出去旅游 因此在这个数字的解读上面 要继续请教院长的是 那今天27个病例 他的好处是说 他的居隔阳性是15个人 那换句话讲 还有12个是在居隔以外的地方 而还有居隔阳性是15个 可是这两个加起来是13个 那新北跟台北都是 那换句话讲台北还有6个 不是居家隔离的 然后那个新北还有 也是有6个 那换句话讲这12个 如果他啪啪走 啪啪走的话 那他可能还是会造成 疫情的扩散下去 如果你的足迹匡链 什么做不好 疫调做的太麻糊的话 也是一个危险 对不对 对 这个是在两个月前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你当初能够 把他守住的话 大概就不会有今天 但是因为这样子阳性 你放回家里面去 走来走去的 很可能就是传染给别人 所以希望这些人 他们就知道说不能走了 尽量躲在家里面 戴口罩戴好勤洗手 不要再传染给第二个人 那两个礼拜以后 大概就不会有事了 好 这个十三个 这个双北 他现在二十五个 减到十三的 这个有十二个 是不在居家隔离范围之内的 所以台北市政府 跟新北市政府 拜托 要做好疫调 做好足迹 做好这个居家隔离 对不对 好 这个院长他一直是比较这个温文儒雅 这个讲话呢 也很客气的一位专业人士 还做过台北市的卫生局的副局长 对不对 在陈水扁 总统做台北市长的时候 我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你 一个实际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不能解封 是不是都客温哲海的 我不能讲说 他完全没有责任 但是有些时候是 主管要听他 旁边的那个幕僚群的意见 这个这个很重要 幕僚群如果角色是对的话 大概就 大概主管大概就不会 做错事情 当然有的主管是真的自己 自断力很强 不一定会听幕僚群的意见 所以两边都要配合 才有办法把这个事情给做好 在前天的时候 客温哲突然转移焦点 来骂中央的第七类的 那个列出来的那些 施打疫苗的对象 是特权 那很多人认为 其实是他自己 想要用中央的特权 来乌贼乌名化 然后来这个稀释自己的好心肝 什么何欣 这个高家瑜 这个什么Ben 黄珊珊 这件大弊案 那到底是真的假的呢 这件事情 这个柯文哲做了这个评论之后 反而造成了全台湾 很多人的愤怒 有一部分呢 是列入第七类的人士 他们很记 第七类呢 这个里面有非常多人 那其中还包括了什么学校的老师啊 马上就要开学了等等 那今天呢 也有那个小黄司机呢 也出来骂克文哲说 我们那个风险那么高 为什么不能打等等 那这个他说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不正成打 他说这是国家制造特权疫苗 每天都有人来官说 请托要把那些人呢 列入疫苗施打第七类 昨天呢 汪朗东呢 这个在我们节目里面说 这个最会关缩疫苗的 这个全台湾口碑最佳的 就是柯文哲这个人 那接下来呢 昨天下午 平常还蛮温和的黄伟哲呢 他发飙了 他说台南人的命也是命 因为双北疫情比较严重 中央额外给双北疫苗 让你们打到满打到好 这不叫特权 什么叫特权 而且呢 你们可以打的 我们不能打 全国民众都在忍 都在等 不要再讲什么特权了 听在我们的耳里 实在刺耳 目前推估 北市疫苗 施打覆盖率超过20% 比其他县市高 但是还有人拿台湾疫苗 不够来袒护科 真的是得了便宜又卖乖 我们来看今天最新的发展 诶 柯文哲被黄伟哲骂 居然不敢骂回去 谁是对国家安全有重要 谁是对社会维持正常有重要的 难道你看公车司机重要 难道我们捷運站的占戶人员 就不重要吗 每天要那个第七类 这是在自己国家制造特权疫苗 我个人不是很赞成 因为实在是造他们每天的困扰 那为什么台北市有那么多 那么多还说要取消什么特权 那请问如果这不是特权 什么是特权 我觉得说反正一个总额 那打完的人就继续发给他 那慢慢拖的人 他终究他的市民 他的县民 就会回过头去 要求说 为什么人家可以打这么快 那为什么我们打 压力会回到手掌身上 所以目前这个疫苗的分配 也不是台北市自己单独决定 还是 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全力决定 还是中央发给我们 不过我是可以理解 黄伟哲市长的内心的焦虑 因为大家都一样 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市民 赶快打疫苗 不会感染 不然每天 这一个感染 那个感染 对大家都是压力 好 这个疫苗的施打 请教这个院长 那这个这一波之后 各个县市疫苗施打率 以及他的公平性 一定是讨论的焦点 可是客文哲 7月4号这一天 显然是踢到铁板 这个黄伟哲骂他 然后呢 这个项铃之间 他就说 这个以县市人口为主 比方他们新竹打得很好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打完了 你就要赶快给我疫苗 那打得快的人 你就奖励他嘛 继续给他疫苗嘛 那很多人拿了疫苗 又不打 那你干嘛呢 那今天疫情指挥中心的 副指挥官陈宗燕就说 第七类是维持国家安全重要关键设施 民生所需的类别 他们的施打也等于帮自己县市市提高接种率 为什么客文哲要讲这句话呢 其实中央指挥中心他已经讲得那么白了 第七类是什么样的人适合第七类 那给各个县市应该都可以自己去认定 也不必再去讲说什么叫做特权 这些人我相信他们都会 听到特权两个字就在心里面觉得很凉 我在帮国家帮民众做事情 结果你说我是特权 他们也觉得很不舒服 所以不必要用这样子的名称来 框这些辛苦的第一线的这些人 是应该要 反而要守住他们的安全才对 那到底这个施打疫苗的这个部分 以台北市来讲好了 那个有那么大的困难吗 刚才讲到了市场里面 这个司冈跟淑华都说 连市场里面造册 造出来的都不是实际上去 去做生意的摊商 而是在家里面收房租的房东 那这个根本第一浪费了疫苗 第二前线的人也没打 疫情的防治也不够 这种事情那么困难去理解吗 如果有在做第一线的工作人 应该都有理解 可能是在冷气房的长官们 比较不会理解 你讲冷气房长官就是柯文哲吗 他还骂人家中央在冷气房 就像我们自己好了 我们自己人间那么多地在租给人家 这是租地的这个老板 通常都是第一手 然后再租给第二手 第二手再租给第三手 第一手的租金非常的便宜 一瓶搞不好就只有几十块钱 所以你到最后租金 大概只有这一千两千块而已 但是他租到第三手 很可能就变成两万 所以这次发生事情之后 他们就来跟我埋怨说 那个地租可不可以减少一点 或者不要收 我心里想说 我才可以租给你那么便宜的 千分之二的 的价钱的地租 你怎么会跟我讲说 地租很多你交不起 当然千尔可言 因为这收入少 但是这个这个应该是怪那个第三手的租给你的那个人 不是怪到第一手的租给你那个人吧 所以这一定是这个情形 如果你是第一线人就知道说 原来这个名册是这样子来的 那第一线市场出卫生局应该都知道吗 怎么会不知道 所以他的这个通知的方式 还有他的程序要不一样 台北市他在一开始打疫苗的时候的做法 就跟别人不一样嘛 那这个要让我们的长辈们要做现代的先锋 要去叫人家上网还记得 然后要数位化 那现在请教这个院长 这个目前你看起来 台湾的各县市施打这个COVID-19的 这个武汉肺炎的疫苗的统计 你知道吗 卫福部的疾管署 他们以前有公布每一天每一天的打 这个每一天呢 刚开始公布的时候 不是高雄老四跑第一吗 那台北行这个跑最后 后来呢有些县市就生气了 就叫他们不要公布了 所以他们现在每一天不敢公布 现在疾管署是公布累积下来的 而且这个疾管署公布到28号 那刚才又讲到 你看林志坚 他早上我在访问他的时候 他就说 他就说你应该用鼓励的方法呀 那打完疫苗就发呀 如果有慢慢拖的县市 民众就会向其政府施压 这样全国的施打率就能提高啊 对不对 人家新竹市是唯一的就是 不透过医院跟诊所打疫苗 他是透过接种的大型的接种站 他设了9个站 那开始这个由卫生局的人 请医护人员直接的来这个做 那效率很高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你看哦 我们帮大家整理 到6月28号 模范生是谁 到6月28号 模范生呢 有第一 零的台中市 接下来的零呢 是台南市 再接下来呢 是屏东县 然后呢 再接下来呢 是这个上面的高雄市 那0.38 那0.00 还有这个是嘉义市 那不是模范生的是谁呢 有彰化县 到现在彰化县的确诊病例很多耶 还有19.65没打完 然后呢 台北市 搞半天 还有快5%的储存量 这是到6月28号 外县市 外岛怪不得 金门 马祖 这个跟澎湖 他们的疫苗的这个储存量 到6月底 都还有三成到四成 也怪不得这一次 唐鳳要搞一个那个预约制 要让我们的外岛都打 按照这个速度 我们可以打下去 我们现在已经有 快700万疫苗了 对不对 院长 这个700万疫苗 如果你没有这个压力 给地方这个 县市政府好好的打的话 你有疫苗也没用 然后那些打不到疫苗的人 今天就开始去预约 好高兴 空患洗衣场 那个因为那个没有打下来 怎么办呢 像这样的一个数字 要怎么样让他进化 这个一开始打 应该是有一个共识 这个要透明化 你打了多少剂 当天就可以直接输进去 对啊 中央统计 起来大概多少 我们今天去查他结算到六月二十八号 应该当天七月六号 对 当天就可以统计到 那第二个是你施打的方式 到底要给水庄给你疫苗 授权各地方去依照这个法令 依据来找这些人 通知这些人来来施打 这叫做就没事了嘛 那第三个是打的方式是什么 我看的时候有时候会帮人家捏一把冷汗 我们一般的做法就是我这两个月来做法就是第一个要先确认是当事人是你 然后体温怎么样 那没问题的 再进去第二关就是先问诊 那你对什么过敏 然后两个血压心跳听呼吸声音 你确定这个目前的状况适合打 OK适合打 告诉你说发烧三十八度七以上 你就可以吃一颗六个钟头吃一颗 没有发烧不要吃 然后休息十五分钟 大概就可以离开 离开这个位置 我们流程是这样做出来的 所以到昨天为止 总共一两千位里面就只有被我拦住两位 一位是血压不到九十 心跳只有四十八下 我问他说你有什么病 他说他在洗肾 我一听之后 这不行 你赶快去那个农牧医院的那个急诊室去 看这个心跳要不要装节力器 你跳四十几下 搞不好你就是我们叫做 这个病态多性症候群的这个病 必须要往上装节力器 要不然你倒完以后 结果当场给我待在那边 或者是回去第二天就撬掉 这会收客对不对 就是说是疫苗打死人 那其实不是你本身的病就会这样子 那不是怪到疫苗身上吗 所以心跳太速度太慢 跟血压高血压太低 都很危险 那就很危险 心跳太快也不行 血压太高也不行 是好这个有一个流程 但是这个流程如果能够用分流的方式 然后用一个SOP来做的话 他是可以快速推动的吗 对对 但是从这个数字上看起来 怪不得这个黄伟哲要骂人 因为黄伟哲打的是储存量是零啊 人家台南市一直打得很好啊 疫苗可以补充一下 因为这个真是乱象 从五月底到到现在台北跟新北 已经有改善 其实新北已经改善很多了 但台北市我不知道 为什么首善之都医疗资源最充沛的地方 为什么的进度会特别慢 你说光造册这个问题 你其实打疫苗 我们这样讲 台湾有全民健保 你今天去看病 看任何地方 你看了那个健保卡刷上去 我们去年为什么 为什么可以那个国外进来的 或者说旅游室 这个TOCC 我们怎么样去看 健保卡刷上去 你马上就知道 你去过哪些地方 所有的资料都有 疫苗难道没有办法用吗 很简单啊 你今天全民健保 每个人都有一张健保卡 那你今天就算是国外的外籍人士 外籍人士 有些很多 你在台湾 他们也有健保卡 所以你你健保系统 你基本上就可以cover全台湾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 所以你的疫苗统计 你只要健保卡刷进去 其实你就知道 知道说谁某某某 他是哪一个类别 什么时候打疫苗 然后你用这个系统去做 其实这个这个真的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我们还有加户系统 我们还有互证 我们还有互证系统 那这个真的不是困难的事情 所以你看 为什么柯市长他要特别 他要骂说中央讲说这个特权疫苗 因为最大的特权疫苗的 就在台北市 就是好心肝 就是振兴意愿 所以他今天他有点 我觉得有点转移焦点 就是说你看你中央这个哪一个类别 然后有点挑起这种阶级斗争 我觉得这种话真的不需要讲 因为你中央 CDC 这边一定是他有一个系统 就是说为什么他会分一二三四五七八九 为什么要分这么多类 因为你疫苗量不足嘛 那当然疫苗量不足 但他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但是你看我们现在已经有 我们现在已经有接近七百万剂的疫苗 接下来马上日本的一百一十三万剂 跟我们自购的疫苗都会进来 然后又有一些人在放风声说 其实刚刚李院长讲到就是说 像你说他喜剩病患 但他其实不是因为喜剩病患不能打 他其实是因为他的他的心跳过慢 跟血压过低 那这个当然在打疫苗的时候 护理师跟医师这边会去 会去帮他们做检查 但是现在有很多很多的留言 包括说打完AZ 然后看牙 局部麻醉后立即死亡 天啊这实在太可怕了 疫苗上面有写四个星期内 不能使用麻醉药 才怪看到鬼了 这这都是假新闻 然后然后又有一些 又有一些人会一直跟你喊说 我要疫苗我要活命 好像你现在没有打疫苗 就会死掉一样 现在不会 现在你没有打疫苗 不会死掉 你在家里面不会死掉 我们现在全台湾 非居家隔离的确诊者 只有十二个人 你不会 你不会 你的感染率非常非常低 今天对 所以你今天真的 你说你要疫苗 我们当然希望说全台湾 赶快打到疫苗 全台湾赶快打到疫苗 是每个各县市首长 那现在其实台北市就是 为什么黄伟哲市长会生气 因为台南市做得很认真 屏東做得很认真 新竹做得很认真 高雄做得很认真 全台全台湾 为什么讲说同岛一命 因为我们大家都在等台北市 所以你 然后然后你要讲 刚刚有李院长也有提到说 就是打完疫苗死亡后 这个目前全台湾打了疫苗的人数 是两百五十一万人 那当然可能有一些 有一些人是没有被统计进去的 可能某些特权没有被统计进去 但是现在全台湾打了疫苗之后 死亡的人数是三百零六人 大概将近一万分之一 但你说这些人都是因为打完疫苗后死亡的吗 其实他们很多做了这个所谓的香宴 就是就是解剖 就是查他的死因 几乎都是因为很多都是 慢性病 慢性病 长辈因为中风 因为心脏病甚至肾衰竭 或是说这个肺炎 或者是气管阻塞 所以大家不用过于恐慌说 我今天打了疫苗 所以你看我全台湾死了 死了这个因为疫情死亡七百零六人 然后因为打疫苗死亡三百零六人 然后用这个假的数字去去欺骗大众 就这个造成恐慌 其实是错的 所以因为你不会因为打 基本上你要因为打疫苗 真的出状况的问题 非常非常 几率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现在还是呼吁大家说 你有疫苗你排到冷就去打 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县市 你看有些县市三十几趴 四十几趴没有去打 四十四点四四趴 金门 那为什么 都不打呢 因为他们的那边的传言 就告诉你说这个疫苗不好 可能前面甚至那个科市长的夫人 这个陈医师也讲说 这个AZ不好 莫德纳比较好 其实后来数字出来 没有AZ没有比较不好 莫德纳也不见得比较好 就基本上所有的疫苗 现在出来 你只要打得到的 你只要不是从黑市流出来的 或者是你可能不知道 从从哪里进来的疫苗 你只要打到这个疫苗都是安全的 所以你只要有疫苗 你就去打 然后我还要特别讲一个就是 现在我们台湾 确诊者一万五千多人 解除隔离的已经有一万多人了 一万一千多人 八成多吗 对八八十 八十点八趴 算八十一趴好了 这一万一千多人呢 其实他们是被歧视的族群 对 我为什么特别在 罗医军前天有 昨天前天有说不可以歧视 对 我为什么要特别讲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 他们被解除隔离之后 他们是染病者 他们是被害人 他们是病患 但他们 他们今天被解除隔离之后呢 表示什么 他们已经验过一验再验 他们其实是最安全的人 他们其实是最安全的人 就像你今天一个场所 你今天有确诊者足迹到那边 然后呢 我们派化学兵 我们派 派厂商进去做大规模的清销 请问这个店家比较干净 还是隔两条街的店家比较干净 那个店家刚清销完 他其实是最安全的 所以大家不要歧视这些 就是确诊者或是染疫的这些人 或他的家属 因为其实我们甚至听到很多 就是这个社区里面 听到某某某 那个那个谁谁谁 他得病了 哇这个什么他的小孩也不能接触 他的家人也不能接触 然后东西也不能送到他们家 这个这个其实都是 这就跟当初我们医疗人员被歧视是一样的 其实这是很很不好的 所以还是要呼吁大家 就是说确诊者 他今天痊愈了 他就是痊愈了 他不会再传染给你 而且甚至他搞不好 他还比你安全 对他有抗体 他搞不好比你更安全 对他是有抗体 院长确诊者好了之后 是有抗体的 要还要打疫苗吗 好问题 因为这个已经有多少篇这样的研究 已经发表出来说 你其实自然产生了抗体 就是感染之后产生了抗体 不见得就不会再被第二次感染 所以即使他自然好了 他还是有可能被感染 英国首相强生有在打 对不对 他是确诊了 后来他还是有打AZ疫苗 他们英国的疫苗 不过我觉得这个石医师提醒我们 就是当我们的疫情开始稳定下来之后 就有那种不想打疫苗的人 会不会越来越多 会 但是我们自己也要有信心说 第一个疫苗确实有保护力 他可以减少不少的那个死亡 或中症的发生 那当然我刚刚就强调说 你不要以为打了疫苗 你就可以temp不怕 第五怕 绝对不要这样子 打了疫苗还是要戴口罩 还是要勤奚 尽量不要去群聚 好 这些机会尽量要守住 你们你们两位第二季打了没 你的第二季打了没 司公 你第二季已经打了AZ第二季 我连第一季都还没打 因为你不 你太年轻了 你 死医师的第二季 我第一季打了 我第二季还没打 但第二季 我们现在的很有趣 就是第二季医疗人员 很多第一季打完了 像台北市就是第二季 可能你不见得现在排排得到 现在疫苗可能被拿去给摊商打 或者是给游民打 我今天我讲一个例子 我今天就是跟一个计程车大哥聊到 他就很生气 他说他们那个群组有新北市有台北市的 他说都是开计程车的 新北市的大概他们的群组都打了 他台北市他说第一天有爆量 那他想说我第二天再上去 第一天就爆量 第二天已经不见了 那到今天没有通知他 我就跟他说 我猜测很可能就是你们的叩打 又被移走了 这就是刚刚我为什么说 高雄打了一万九千多劑 台北市七月四号 只有打了一千五百六十七劑 其他的到哪里去了 到哪里了 很可能就到摊贩那边去 因为我们柯市长 市场摊贩要打 也是摊贩要打 对不对 摊贩又照撤不实 很多那个地主 也许或出租人家人也都来打 所以就要挪用 因为柯文哲自己说过 他说中央如果配的不够的 那我们就知道自己 我们自己的存量 所以他不按照这个优先次序 他按照他自己的政策 他把疫苗 到他的私权再给了 再分配 他的突发事件太多了 太多 他的突发事件处理方式 就是按照就打疫苗 送疫苗安抚人心一方面 他的特权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刚刚一直在讲的 那个好心肝 或者是说振兴医院 这个是一个特权 那另外黄伟哲批的 不是这种特权 黄伟哲 黄伟哲生气的是说 像那个双北很 双北的那个疫情变严重 所以双北就立刻跟 摊商的部分 他跟中央立刻要了两万劑的疫苗 那昨天不是说 那个蔡炳坤就临时宣布说 那个北捷 北捷的那个什么交通 什么安全人员 什么清潔人员 打完之后呢 换这个客运司机 公车司机不送了 公车司机说 那你们这个大众运输交通工具 他们的命也是命 公车司机也要打 所以双北的公车司机 又可以打了 也被加进去 那你看在别的县市 你说黄伟哲 他们也会有压力 那其他人也会跟他要 所以他们没有没有捷運 可是他公车司机 他也想要打 所以他所谓的这种特权 因为摊商 那个台南他摊商 他也想要打 那为什么 就是說台北摊商可以打 台南摊商打不到 台北前陣子很凶 他們聲音很大 所以他批的特权疫苗是在这 市场的裁量权 本身就是一个特权 我不客气的讲 對不對 雲林有沒有發生过公关疫苗 有沒有媒体先打 有嘛 對不對 可是柯文哲是认为这是国家是中央 故意制造特权疫苗 每天有人去跟他官梭 他就变成官梭疫苗的市長 那你也不要打印 台北市民是很可怜的 我們做台北市民 第一 我們可能活在一个围城当中 因为你看只有台北市 他的不明感染源 是超过一半以上 也就是說你可能到处各区 都有不明感染源 对啊 留处理耶今天 那第二个 黄伟哲 我们可以了解那种心情嘛 好像真的是其他的縣市 因为被双北拖累嘛 所以人家根本没有什么确诊 可是也被限制住了 好疫苗这边台北又多 可是好像台北市打好打满 打到把麻 不是嘛 我就刚刚讲 台北虽然多 可是跟柯文哲 关系不好的人还是打不到 我跟你講就像我刚刚讲的 开继承车的大哥 他就被排挤了嘛 因为柯文哲我这边出事 我就这边先打嘛 那原来可以打到人 他也没办法打到嘛 所以哪个人是最大特权 有点有趣 因为我以前是做 前天我做到一个计程车司机 我也问他打了没 他打了 他有打 所以奇怪 就是说很多的资讯落差 或是说在通知 或在怎么样把讯息告诉 需要施打人身上 我觉得台北市的部分 好像出现要加把劲 要加把劲 你看这两件有两个快筛事情 我也觉得很奇怪 因为是上个礼拜天 在那个虎林街那边 匡列七千多人 四千多人就要去快筛 就只来七十六个人一整天 然后呢 昨天这个中正区这边 中情理这边 南医厂这边 也是匡列了大概四百三十五个人吧 大概只有一百六十个人左右 去做快筛 那我不知道说是因为 没有通知到 还是说大家很怕去快筛 还是说后面该怎么做 没有跟大家讲好 我是觉得这个比例落差太大了 这跟我们两个月之前 大家记得那个剥皮疗啦 或是新北刚开始的时候 快筛满满的人 满满的人 那个时候大家还想要知道自己 有没有情况 那为什么到两个月之后发现 大家不想要去做快筛这件事情 或者是PCR检测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一点蛮奇怪的 难道说大家都是说 现在有药局可以去买快筛 我都先要去药局买吗 好像也不是如此吧 这个南基厂也很奇怪吗 他不是后来这个是方和生 他们这个里场很有名 这个中情理的三度争取当定筛检未果 原来他们是这个地方更可怕 5月18号到7月1号 6栋700多户累积16案 确诊者分布于第1到第5栋 4户是加户感染 上周又增加了三个案确诊 北市大规模清销 专车接驳到和平医院筛检 天哪 从5月18号一直搞到现在 都还没有精灵啊 5月18号确诊首例 6月3号起没有增加新的个案 好 6月3号没有增加了 结果突然6月30号 7月1号又爆发新的确诊案例 最新三例查无感染源 这怎么回事啊 说话 我觉得很奇怪 如果照他这样逻辑来看的话 这个地方应该要先去做全面的 这个PCR 而不是我的那个虎林街专案 我的虎林街专案 那30个累计30个 那其实已经有16 18个已经没事了 剩下只有14个 然后呢 那个确诊的案例数 我们是每周一直下 从本来十八个到十一个 到后来这一周四个而已 上一周才四个而已 可是他这边是没有降 反而升 所以他应该是先 清他那边 不是清我们这边 那后来跑到我们这边说 什么做全面快篩 然后一下子把匡列的八个离 然后要里长 一下子要每个人都要编 四十六个离长 而且他又要叫里长 有意愿登记 造册筛检 四百三十五个人 住户两千个人 人家批离手段 是把你整个的 一棟大楼都清空 我觉得很奇妙的地方 为什么你要采有意愿登记 你今天如果觉得这个地方很危险 他如果那棟大楼 他要看说这个确诊案例是在哪个楼里面吗 对 我要跟大家讲 其实后来不按照SOP 我们这些外行人都已经被交汇了 为什么这里是有说 因为他为什么不愿意 因为有媒体去拍 因为这个事情不是就把他闹大了吗 那他们为什么要闹大 其实我今天有问那个小平兄 他的意思是说 因为他们去争取 像议员他们都去争取 争取说我这地方要快一下 因为居民人心惶惶 人心惶惶就应该赶快出来 对 可是他的意思是说 因为今天太多媒体去拍了 有些人不想被拍到 他就被拍到的话 可能会就是说他会有压力 他这边 我昨天问卫生局 他这边造册给他四百个 然后他来打的话 要以造册名单来打 如果没有造册不能去打 你懂我意思吗 你说是我湖林街 是因为我 你说是打疫苗还是筛检 筛检对对 然后我的湖林街 那个时候本来也是要 以造册名单来来去做筛检 然后很多人 比如说我是租房子在那里 我户籍不在那里 那我没办法造册 后来我们去争取的 以后才开放 到晚上才开放说 那明天晚上你六点半 没有造册的话 来排队零号码牌 可是他这边没有 应该是在环境感染上面 如果那栋哪一栋大楼 然后这个地方第几号 第几层有人染疫 那应该就算他的同心园 也应该是这样子 匡列出来嘛 所以有优先顺序 我要跟大家讲 其实随随便便 谁要按照医院来登记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找不到感染源 今天又找不到感染源 他才要扩大 那你就应该全部都要塞 那一栋楼 如果有环境感染 就那一栋楼 都应该全部去塞检 昨天才一直呼吁柯市长 就说你的所谓的热区的点 你热区点是怎么样去去处理的 去定义他 他的是感染源来定义呢 还是说他的太阳 他的太阳什么你要讲清楚啊 因为他如果以确诊案例数来看 跟已经已经都已经解掉的 这些人来看的话 其实他这边真的比我们还要严重 对 反正太奇怪了 所以我要讲一下他 他这个所谓的定义热区 他其实你直接用一个地点去定义 那个热区 其实是毫无意义的 因为人会跑 其实你应该是你今天的这个累积十六案 那这十六案里面有几个确诊者 譬如说我这十个不明感染源 我十个往 就是我们去年怎么做 现在其实就怎么做嘛 你去年你这十个 十个确诊病患 你往前回推 他过去的十到十四天的足迹 他接触到哪些人去做匡列 可是他不是 他这个南机场是六月三号起 没有新增个案 二十七天以后 又爆发了新的确诊案例 对 他可能 他有可能从别的地方来 他有可能是在那个地方的环境感染 这有那么困难吗 所以你不管怎么样 其实你就是就那些个案去追踪 简单来讲就是疫调跟匡列嘛 对啊 其实 不是新的东西嘛 技术都已经过去又一年多了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是发明新的名词 问题是叫人家来筛选的时候 还电话报名 还几月几号病毒不是会跑的 要要追病毒吗 院长不是不是防疫要要追病毒吗 对不对 要比病毒跑得还快 还可以说疫情严峻社区多人确诊 有增加趋势列为热区 里长强烈建议要扩大筛检 未解除隐患 未加 除加强消毒外 将于庭中办理筛检 请各位出户有约报名 人家说他佛系防疫嘛 就学英国强生佛系防疫 要我住在这栋大楼里面 我会吓死 你知道一个住户他讲到都要哭了 我看到新闻报道 我看到就很可怜 因为那个女士她是13年前她被困在和平医院 SARS她经历过 这一次又发生在他们那个社区 然后她说她说她都不晓得她的对门 她的隔壁她的谁有没有确诊 对啊 她说她打1922她跟市政府反应 反应了多少次 没有人理她 你知道吗 她说她已经五十天不敢出门了 然后你听了你不敢相信 因为从爆发 她听到第一地 她就不敢出门 她也不敢出去买菜 她可怜到什么 要镜头照到 真的可怜到什么地步 她把香蕉 那个西瓜的皮切下来炒菜吃 到这种地步 没有人理 你知道吗 她十几年前痛苦过 那我是觉得这个莫名其妙到几点 陈其参凤山那个洞大楼 我告诉各位啦 他们一发现有问题 十二点半长庚的那个 反控科主任就去了 然后同时他们就去看那个监视器 发现有不同楼层的同洞楼 对 然后马上就筛检 同步进行 然后接着把全部大楼清空 消毒 迁到防疫旅馆去 对不对 各位你知道多久时间吗 八个小时 对啊 那个不是教科书吗 我们在节目里面讨论过 这个多久 那我就说有那么困难吗 好 你就算说六月初开始的 我们不是有十连治吗 你有那么困难吗 就算北京七月六号 对啊 你从十连治你也知道他的足迹嘛 可是台北市到底在干什么 那跟他反应了多少次 他就是不筛检 然后我也不懂他的道理 你知道吗 之前做PCR 他说不要太贵了 现在是全部开放 然后叫联谊中心的医护去 联谊中心会被他超死 你知道吗 而且造成群聚 真的已经超死了 你知道吗 已经超死了 院长这样子那么困难吗 其实真的 我上次也在举我们以前在台北市跟台北县的例子 台北县那时候淡水发生感激性的例子 那我也是用您刚 您上个礼拜问的那个同心眼的方式 我们确实就用那个 以个案的范围 在一百公尺以内 画框框 全部的人通通一例筛检 大便 对面就是邓公国小 邓公国小两千多位师生 他们说不要 我说对不起 全部都要塞 结果一塞邓公国小里面 有二十八个学生有 三位老师有 当然我们就赶快投药 只要吃一个礼拜 这个立即就好了 叫做不会再传染给别人 所以在这样子 一做两个礼拜之内 全部都扫光光 都不会有 没完没了 所以这个应该要强制筛检 对不对 应该要强制筛检 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事情 然后然后我要帮那个筛检人 就是第一线筛检的 的医护 医护人员讲一下 这个这个是我们 我每次讲到健保制度 就有点生气 这是我们的公费支付的 这个筛检的的这个支付表 然后最近才公告的 然后我们直接看 就是你今天呢 这个PCR筛检三千块 然后快筛呢三百块 那你说然后然后我这个文字可以不用看 因为我要给大家看 就是他一个公文来呢 是这么长 这么一堆一大堆的内容 还没完 这个公文有五页 这一堆一堆你我这样讲好了 我们现在一大堆的筛检案 然后要快筛你要PCR 那现在检验人员已经已经焦头烂额了 你把这些东西丢给他们是什么意思 你把这些东西丢给他们 然后每个人他们要看完 然后要符合这些规定 然后才请得到钱 好好选民啊 因为免费给人家做PCR 那其实我回过头来 健保健保的制度一直都是这样玩 理院长在这边应该很了解 健保制度一直就是你行政工作丢给 丢给我们应该去做 去做医疗工作的医护同仁 来把这些行政工作做完 所以我每个我每个月收到光这种 我收到这种行政公文 我都我都连看都不看 我就丢在旁边 我有些那我不请领 我就不请领 为什么你弄公文弄一大堆 然后你今天请领 下多少钱八十块 一百块 两百块 甚至那个前阵子 那个有麻醉科医师反映 插管的费用是四百块 我们之前有讲到四个 医护去做一个插管 做一个小时 然后给你四百点 四百点 算下来才三十三百块 一个人分配八十块 不好意思 你一个便当都买不起 这就是健保制度 这是我们现在为什么 我们说医护人员很辛苦 不是不是说我们真的做事情 因为你也没有给 你也没有给医护人员 第一线医护人员 相对应的报酬 我们都大家都说 医护人员要加油 要怎么样 我们很加油 但是真的 我们要请上面的长官 然后我觉得也不要讲说政党 或是什么 什么什么蓝绿对抗 或什么东西 我觉得像这个是陈思雨 应该是民众党的前发言人 那他这个这个很有趣啊 因为那个许淑花 议员也在这边 就是这张图 他做下来 这个他他他连做图 他他他他要讲什么 他要讲说台北市确实有异调 六月五号的时候有异调 可是你明明就五月多的时候 科市长自己讲说异调没有用 所以就完全停摆 到六月三十号才上传第一笔 然后你做这个假的图呢 这个图又还把人家图贴错 对啊 国民党的许淑花 民信党的许淑花长得这么年轻 对你还好不是许淑花跟那个 因为我名字可能也会搞混 可能许淑花也会被贴在上面 他还把林静怡那个 人家是前立委 把人家写成 前立委 你给人家贴前议员 连做一个图都那个 也就怪不得打疫苗 就是乱打一通 这个市长 那个是对的 我觉得那个费用的部分 跟程序繁琐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一个还要再帮医师讲话 就是我后来看到 我们台北还有那么多疫苗 所以我真的很生气 因为那六月八号的时候 你知道吗 台北市光这个医事人员 医事人员统计出来 照冊名单 有五万三千四百九十三位 没有打疫苗 六月六月八号还没有打疫苗的 有五千 五万 五万三千四百九十 医事人员 医事人员 所有的类别 这个工会 我们医事人员有很多 医师 中医 医牙医 我们是医师 但是 但是还有其他 医事人员 附健师 物理治疗师 语言治疗师 医检师 对 呼吸治疗师 很多 然后护理师 护理师人口人更多 他们很多很多的工会会员 一直到六月中 到六月中就是就是科士讲说 疫苗太多打不完的时候 然后好心肝爆发完 为什么医护这么生气 因为到六月中 他们还没有打到第一劑 六月八号好心肝就打一千多劑 六月八号好心肝跟振兴 振兴我就说他多了两千四百二十二劑 那这些打到哪里 到现在资料都还不给我 还差不出来 我现在讲就是说五万三千四百九十三 没有 现在已经打了 陆续去打 我说 我说当下 六月八号的时候 统计还有 结果你知道吗 我大安跟信义 大安的耳鼻喉科医师 信义的牙医师在六月十六号确诊 对啊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打到疫苗 所以我很生气 就说你看吧 你早就应该给他们打 然后你把剩余疫苗给那些 那些特权的 结果他们没有打到 而且还五万多人没有打到 陆陆续去到六月二十号以后 才陆陆续去打完 那那个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我那些医师 他每天诊所那么多人 你看那耳鼻喉科那个很红 他一天看一百多个层 所以他总共有三百个 他后来 他后来去打的时候 他已经确诊了 他已经确诊了 然后杨医师也是打了以后 已经确诊了 所以今天的克文哲 居然还说大城市 疫情比较难控制 全臺医疗资源最多最充沛的地方 就是台北市 然后呢 每天讲加护感染 他很喜欢讲加护感染 那那个南机场啊 或者是虎林街那些 你是怎么搞的嘛 对不对 最后我们来谈疫苗了 到七月底 我们疫苗是够的嘛 到七月底七百多万的疫苗 如果好好打 打到月底才打得完吧 对不对 然后八月就继续补进来的话 那到八月底 可以打一千万计 院长应该是这个按照计划做的 只是看各个地方 县市能不能好好打 对不对 然后你看啊 这日本的这个一百一十三万 他们七月八号要运来 然后呢 当然还要看谢长廷 这个驻日大使做得非常好 那另外呢而且他说九州的生产工厂 可以出货 期待台湾疫苗总数可以达到七百万 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七百万了 然后另外我们自己买的 还有六十二万嘛 加上立陶宛的这个两万 立陶宛那个到九月了 那但是呢 现在出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就是就是鸿海跟那个台积电 到底买的到买不到 为什么朱凤莲又讲话了 请问名誉朱凤莲到底为什么郭台铭那天会踩刹车 然后踩刹车完了之后 朱凤莲说上海复兴集团呢 这个已经签约 而且跟BNT研发疫苗 拥有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 独家商业权益 作为台湾地区获得BNT疫苗的唯一恰勾方 上海复兴有关负责人 早已公开表示 愿意将疫苗服务于台湾同胞 这是账呢 昨天呢 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讲政治疫苗啦 他就是要跟你宣誓说 你买B 你要买BNT 台湾 台湾要买BNT 你一定是要透过上海复兴 你不要去 不可能去有别的地方 那很可能的状况是 而且上海复兴就是所谓的大中华地区 那你台湾就是大中华地区的一环 那我们有一种可能就是说 鸿海 永龄基金会 台积电 他们已经跟BNT的 德国跟上海复兴都有一个默契了 对不对 就我的了解了 没有签约啦 还没签约 我可以那个很笃 你也跟你讲还没有签约 跟谁签 没有签啊 都还没有签啊 但是大方向是ok的了 大方向ok 那复兴扮演什么角色 供货 供货商 就是要签约的角色 未来啦就是台积电就是跟这个上海复兴签 然后那个永龄就是跟那个上海复兴签 那现在供货就我知道的啦 就是两个方 两个两个部分 一个是契约 从德国 对对对对对 就从德国直运 但是最后要收割的是上海复兴 中国一定会说这一批疫苗是上海复兴 运来的 这一定的啊 这一定的 会不会一定的吧 出货一定是德国BNT出啦 但是是上海复兴同意的嘛 是我同意 我放行你才买得到 代理商嘛 这个没办法 那我的了解应该是会过 就是鸿海跟台积电 还有甚至慈忌这三笔 这会过包括台湾的政府 包括了中国的政府嘛 对因为我这个合约里面 一定会出现中华民国政府的这个 一个象征的人 我不知道那个最后的名称怎么签 你独家告诉我们 那是中华民国政府的人 对一定会有一个 陈时中 一定有一个代表公权利人 在那个合约上面签名 陈时中先生 我不知道是谁 因为这个是可以 大家相订就OK的 然后对方有复兴吗 一定有 有 一定有 院长最消息灵通啦 一定有 会吗 会这样子吗 院长 会 你再点头 那 一定有 所以就是大家为什么 政治的关键在说 那个名称是怎么 是德国政府呢 德国政府不会有 不会 但是会有上海BNT 不用讲说德国BNT 德国BNT 跟上海复兴代理 然后有永林台积电 跟政府的代表人 四方 政府代表人还在签 政府代表人是跟BNT直接签 是在四方合约 合约里面会有四方合约 可是这个我有点质疑 我说是我们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